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好我这次也是比较感到非常神意的安排吧 我觉得我到蒙古后正好赶上尊者达拉喇嘛 访问这个蒙古国 当时是很紧张 蒙古方面很紧张 中国大使一天三次去蒙古外要不抗议 原来蒙古这个方面问我有什么愿望 我说我想见这个尊者达拉喇嘛 为什么要见 我说一个是我们的宗教领袖 第二个我说西藏人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应该他们反抗的历史比我们早开始的路是长 我们希望跟他们有联络和接触 当时他们还很当会是蒙古外交部长 还有总理安全部长 他们研究以后 答应允许我见 因为他们把事情看得太重了 因为蒙古方面担心了怕被指责为 把这个反对中国的这个领导人呢 请到蒙古来这个组织吧 或者见面 所以怕这个其实没有这么严重的事情 我觉得 但是他们有这种担心 后来同意见了以后呢 最后又变化了 因为这个蒙古大使 中国驻蒙古大使三次去抗议了以后呢 这个官方就有点变调了 说是不让见 但是下面这些个年轻军官就有点不同意 他们就找我谈话 说是如果你自己见 出了问题把你送过去 你能接受 我说可以接受 但是送以前要开一个记者招待会 就是我要为什么离开我的家乡 这个要让我说清 您把我送过去送过去 我在那也要 爱抓也就抓了嘛 是不是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我觉得见一个尊者 从我们佛教徒的角度 也是很神圣的一件事情 对我来说机会也不那么多 所以我说我一定要见 后来呢 他们就是这个中层的这些军官呢 就是国家安全部的一些军官呢 就是他们有些人就觉得 你自己承担责任 我们已经把话跟你说清楚了 不行的话有可能把你送过去 我说那我自己承担责任 就是这样 后来但是呢这个也做得很 这个现在回想起来很有意思 因为达拉喇嘛住在那个 这个蒙古说一层这样的 就国家宾馆 国家领导人也住在那里面 所以呢他们最后就 怎么进去 蒙古有门卫 就军人门卫 后来呢最后达拉喇嘛的车出来 因为这个中间联系人 跟达拉喇嘛方面也说了 这是内蒙的一个重要的 这个反对人 领导人 反对派的领导人 所以这个见面呢 一定要不能让中国知道 后来他们那方面也比较谨慎 西藏方面呢 正好呢 我进去的时候 达拉喇嘛的车 这个出来接我 完了我躺在后座上 这样进去后呢 他们这个蒙古的军人 不检查达拉喇嘛的这个车吧 这个他的预驾也好 增驾也好 他不检查 完了我就这么进去了 进去了见面过程中吧 我也很紧张 完了后呢 时间很长 尊者呢 是确实 让我感觉到呢 跟一个慈祥的这个老人在谈话 在关心你的命运 他不是说跟你讲很多 他只是说我在这个蒙古呢 一个是希望你能够这个 彻底获得自由 另外内蒙的人呢 就说 来到这里 他说我在这个蒙古啊 势力影响力不是特别大 如果到布里亚特或者到或者你们通过这个西藏到这个印度 这样我就可以给你们这个跑出来的人帮忙 后来他讲这个蒙古和西藏啊 是一个母亲的两个孩子 整个过程中呢就是他特别是关心 而且一种这个长者对一种慈爱 而不是说一个名人在跟你讲大道理 所以这个是我对的尊者特别感动 或者到现在后来也见过很多次 都是有这种感觉 就是他是一个慈爱的慈祥的父亲 或者祖父一样一种老人 他在关心着你的命运 所以我这次见面呢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吉祥的事情 见面总算是由于中国的抗议呢 当然不是抗议我了 因为他抗议才能怎么访问 完了这个蒙古方面担心我见这个尊者以后呢 怕这个中国指责蒙古是组织反对派在蒙古见面 所以呢这样的话对蒙古压力太大 后来总算是神的保佑啊 我见尊者呢很顺利 中国也没有当时这个 后来他们知道这个事情了 现在当时他们也都没有知道 我这个就是这件事情很成功 我也很高兴和自豪 谢谢大家下次再见